咬着小尾巴 迈着小短腿 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 还时不时的卖个萌 发个娇 这呆萌可爱的表情也真是没谁了 人家拍过广告 上过电视 拍过大电影 影帝黄渤抱过他 娘娘孙力亲过他 甚至自己还走过红毯呢 在动物演员界 这果汁可是名副其实的大明星 不过说起来你可能绝对想不到啊 果汁虽然心路是顺利的 命运却颇为坎坷 故事还得从2011年的5月份开始说起 这一天早晨呢 宠物训练师何军去一个宠物店做培训 在店门口呢 何军看到一个纸盒子啊 他把这个纸盒子拿起来 就想扔到那垃圾桶里去 突然感觉这里边有东西在动 而且打开一看 居然是一只蜷缩着身体的小狗 这只小狗啊是又瘦又小 瑟瑟发抖 看起来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样子 这身上的毛都打结了 浑身看着也是脏兮兮的 何军把他带回家之后啊 给他洗了个澡 重新打扮了一下 结果发现 这脏兮兮的小黑狗 竟然变成了一只小白狗 何军还给他起了一个 很可爱的名字 果真 那时候何军在做宠物培训 这果真呢 就和其他的小狗一块参加了培训 没想到这小果真啊 是一只超级聪明的小狗 记忆力特别好 学东西也很快 起力呀 走位呀 跳圈等动作是一教就会 在许多的狗狗当中 果真很快就脱颖而出了 2012年的8月份 聪明的果真 迎来了他的第一部队